以下是Twice与Timber的完整反弹 告诉我们你们的专辑 Farmula of Love 1 plus 2 equals Love和朱大哥Scientist 跟你第一首英文单曲The Feels的准备工作有什么不同吧 那你回答 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第三张完整专辑 所以我们为我们的粉丝准备了一些惊喜 比如单元曲目和我们之前要穿作的曲目 朱大哥Scientist也很好的传达了Twice的魅力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专辑 这下回答 这专专辑也包括了完整的英文曲目 虽然我们很紧张录制The Feels一直翻译完美 并将歌词的含义很好的传达给Wats 但是这一次由于他们已经做过一次了 并且他们也知道我很喜欢英文单曲 所以这过程感觉更加的轻松 主持人问Formula of Love One plus twice equals to love 是你们的第三张完整专辑 也是一系列单曲和迷迪专辑中最新的一张 你是如何保持你的声音新鲜 并且决定你付出之前探索了什么音乐流派吗 至于回答 各种各样的概念有助保持我们的声音新鲜 并决定哪种情况情绪适合特定的专辑 例如Taste of Love的概念 就是在明媚的夏日里面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一见钟情 这种概念就能够让我们的声音更加有活力 那我们就可以邀请听众随着音乐跳舞了 Sana也同样说对于真正专辑作为科学家研究爱情的概念能让他们更加认真 同时保持了twice的自然能量这两个组合出席的好 所以他们也非常满意这种专辑的出来 主持人然后问如果爱情公司是once与twice结合 那你们最喜欢你跟你的粉丝的之间的关系在哪一方面呢 莫莫说她喜欢他们在在线平台上面进行交流的方式 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候 他们面对面见面的时候应该更加小心 莫莫喜欢月底评论和直播与粉丝交流 她希望他们在接下来这几年一直保持这种活泼的氛围与笔记的关系 是she作为once和twice 在过去的六年作为表演者和个人 你自己在自己身上看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至少说过去六年来她看到自己身上最大的变化是 至少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表达自己 通过更加多的参与专辑制作 她可以看到自己成长的原因 一文艺艺术家 她以前作为作词人参加过 但通过这张专辑制校第一次尝试作曲 这种过程是如此的新鲜 让人兴奋 她希望她对这首歌的爱情和热爱 能够传达给观众 这张专辑的预告影片 展示了twice在化学教室里面 但是如果是你们在学校的时候 客人最喜欢哪一个客户呢 还有为什么 Mina说 她最喜欢的客户是技术和家政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学习计划 有没有这门学科 但是她在学校的学科 我而且非常喜欢 他们必须学习增值等新技能 并完成一系列DIY的项目 主持人然后问 告诉我们这张专辑的单元歌曲 以及我们一些可以期待的牛排类型吧 多显说我们一起共有三首单元歌曲 每首歌曲有三名成员组成 至少三男和我的单曲PUSH&POOL 尝试了R&B&SOUL的流派 包括时髦坏的Discord 和1980年代的灵魂嘻哈 采音说 听到那年MOMO和我的单元曲PUSH&POOL 你会感觉到惊讶 因为这首是一首说唱和嘻哈的歌曲 跟现在TWICE的歌曲完全不同 它非常强大 所以我希望ONCE 喜欢TWICE这一副新的面貌 令人说MINA指于我的单元曲PUSH&POOL 她所令人上映的中速流行音乐流派中的 性感雷鬼律动 她是如此让人上映的 以至于你会在脑海中重复的听到音乐 就像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就最后所经历的 不一样 在六年前TWICE出道之后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成为现在的样子 若贤最后回答 自从TWICE出道以来 我们的日子里充满了不一样的惊喜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从粉丝里面得到这么多我的爱 Winz的爱让她的内心充满温暖 让她变成一个更加积极的人 她一直在在思考如何回报给粉丝的爱 所以一直感谢PICE与Winz一直走在一起